俗哥说电影 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战争片 全技术外科 在美国越战期间 一帮倒霉孩子踢完头 被扔进了海军陆战队的新兵训练营 负责训练他们的教官是个严苛的老男人 满嘴脏话 而且骂人都不太重样 尤其是对于这帮新兵蛋子人格上的侮辱 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谁如果稍微表露出一些公文 马上就会挨揍 教官用语言和行动证明了 自己才是正解到的 谁要是反对他 就不会有好果子吃 在训练方面 教官更是如魔鬼般的残无人道 胖子由于脑子不太灵光 成为了教官引领那种 烂泥扶不上墙 朽木不可雕的废物 受尽了教官的刁难和侮辱 不过如果换一个角度想想 教官这么做其实也不无道理 这帮孩子刚进入部队 而且训练之后 马上就要被拉到越战的前线 他们对战争的残无性 根本没有任何的概念 现在对他们的严厉和苛责 或许在今后的战争中 能够让他们保住自己的命 由于这胖子实在是太笨了 教官只好让班长小丑 负责给胖子开小灶 两人一来二去成了好朋友 在一次例行检查中 胖子私藏了甜甜圈 被教官给发现了 要说这教官也够损的 他没有收拾胖子 而是把跟胖子一个牌的 其他人提拔了一遍 这胖子也意识到自己连累了大家 觉得自己就是一个 干啥不行吃啥不生的废物 到了后半夜 被胖子连累的那帮人 把这个拖后腿的家伙胖走了一顿 彻底失去了他的标志性的笑容 整天自言自语神道道道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 胖子还真有了不小的进步 尤其是在射击方面 有着惊人的天赋 虽然胖子受到了教官的表扬 但这一切都无法弥补 胖子在精神上受到的伤害 经过近两个月的艰苦训练 这帮海军陆战队的新兵就要毕业了 很多人成为了步兵 而小丑却成为了一名新闻报道员 专门负责军事新闻的报道 在训练营的最后一个晚上 小丑正在职业班的时候 胖子用枪射杀了教官 然后坐在马桶上开枪自杀了 战争时期的越南 是个千疮百孔的国家 大批的老百姓流离失所 为了生计 很多人干起了违法的声音 小丑和战友刚来到南越 招相机就被抢走了 抢东西这哥们非常的嚣张 一套王八拳 把小丑和战友都给镇住了 军队里负责宣传报道的人还真不少 他们主要的工作 就是写一些夸大战绩的报道 和忽悠北约的士兵投降 在越南农历新年的除夕夜 一帮美国大兵闲得无聊 开始在营房里吹牛了 哥几个正吹在杏头上的时候 突然遭到了地震袭击 这场枪战的规模不大 双方打了一会儿很快就结束了 负责新闻的军官 引用美国著名电视台记者的话 说这场约战美国出定 咱也不知道这位记者是谁 反正感觉挺高战远主 命差句号子 转过天 小丑和战友黄毛被调往另一部队 途中以美国大兵从直升机上 向无辜的老北京扫射 甚至连妇女儿童都不放过 小丑说你这个精神病 简直是毫无人形 来到前线之后 小丑和战友们见到了 大批被杀的无辜平民 令人是惨不忍睹 在五团二营一排 小丑找到了在新兵训练营的 好朋友牛仔 当听说小丑是战地记者 一帮美国大兵都非常的兴奋 部队在一次推进中 小丑第一次近距离的 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 一帮大兵猫着腰 来到了一片残垣断壁的后面 发现敌人就隐藏在 一桩破楼里边 一手难攻啊 双方对射了一会儿 好像谁都没占到便宜 负责新闻宣传的记者们 真实的记录了这些场景 这场战斗虽然持续的时间不长 但美军方面失去了两名士兵 看着自己亲密战友的尸体 小丑的内心是五味杂陈 战争是残酷的 敌我双方的所有战士 每一个人的身后都是一个家庭 他可能扮演着很多的角色 父亲 儿子 丈夫 他的牺牲有可能 直接毁掉了一个家庭 多么希望这个世界 今后不再有战争 有什么矛盾 误会 大家坐下来好好谈嘛 不过这些只不过是 美好的愿望而已 真实的情况是 只要人类存在一天 战争就不可避免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大家都分别谈了 自己对这场战争的看法 虽然谈的角度不同 但有一点是一致 那就是他们每个人 都痛恨这场战争 他们中有很多人都不明白 为什么要卷入这场战争 多日之后 小丑所在的部队接到消息 敌人已经撤离了 他们所在的区域 傍晚时分 小丑等人前往这一区域巡逻 核实情报的准确性 情报还算靠谱 明面上基本上看不到敌军 但潜在的危险还是存在 班长刚从地上捡起一玩具 就中了敌人圈套交了饭票 向总部汇报之后 一帮人继续向前巡逻 走了一会儿 这帮人才发现居然走错路了 不过这也难怪啊 那些被炸毁的楼房 长得基本上都差不多 商量之后 大家伙决定改变路线 老抽哥负责在前面探路 当这哥们认为周围很安全的时候 敌人的狙击手 突然从一桩破楼里开了墙 医生急忙前去营救 也被狙击手给干掉了 临时升级为班长的牛仔 误认为他们遭到了敌人的包围 便打算紧急撤队 但绰号野兽的大块头死活不同意 单枪匹马就杀了过去 经确认 大楼里其实只有一名狙击手 在摸清了狙击手的位置之后 牛仔带着其他人也冲了过去 当牛仔正向总部汇报情况的时候 被狙击手一枪撂倒 然后很快就断气了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好朋友 死在了自己的怀里 小丑都心都碎了 野兽说都别扇着了 开练吧 在烟护弹的掩护下 几个人快速的向狙击手的位置推进 来到楼上之后 他们终于看到了 站在窗边的狙击手 这是一个年轻的越南女孩 为了生存被迫拿起了武器 女孩被击中之后身受重伤 小丑等人看着地上的女孩 那种感觉就像 打翻了五味平复杂的不行 如果没有战争 这个花季般的女孩 本应该逛街谈恋爱 多年后结婚生子 过着和正常人一样平静的生活 战争的实质 其实就是利益的争夺 和对人性的摧残 虽然始终有反战人士 在大声几呼 但战争似乎永远也无法停止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说唐诗一下 人生再世不容易 到底有啥过不去 和和睦睦有多好 打来打去又何必呢